我们来继续讲巴纳德的组织论 在上一个部分我们讲了巴纳德的功绩是可以被称为巴纳德革命的 因为它克服了古典理论的缺点 起到了成前起后的作用 那么从我们讲过的四个方面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说它克服了古典理论的缺点 为什么它可以被称为是巴纳德革命 第一点它更加注重要素之间的关联 强调一个协动Q度 第二点它强调组织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开放的系统 巴纳德更加强调了组织应当适应外界环境 第三点巴纳德的理论对Iskite决策论起到了铺垫与影响的作用 第四点巴纳德的理论对条件性理论有一个铺垫与影响性的这么样一个作用 那么上一讲可以说是对它的一个贡献 理论的贡献来进行一个讲解的 那么这一讲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巴纳德的组织论的理论内容 我们分为三个部分来进行讲解 第一个内容是全人模型和领导的作用 第二个内容是组织的定义和组织的三个要素 第三个内容是组织的内部均衡 好首先我们来看全人模型和领导的作用 巴纳德把人定义做是全人 全人具备理性和感情 拥有作为个体个人的人格 同时呢也拥有社会性 有合理性但是无法做到完全合理 那我们说这个概念和哪一个概念是相对应的呢 和经纪人模型是起到一个对比效果的 因为我们说经纪人模型说人是完全合理的 他能够做出最合理的一个决策 做出最合理的选择 因为我们在之前的泰勒的科学管理法当中呢 其实是把人作为一种经纪人来进行讲解的 所以巴纳德在这里提出人不是经纪人 而是全人 因为他拥有社会性 他做到合理但是无法做到完全合理 全人模型全是当一个目标比较困难 个人无法达成时会选择协作 比如说盖房子 巴纳德认为正式组织是有意识的协调 两个以上的人的活动的一个体系 一个企业就可以作为是一个协动体系 那么我们上一部分所提到的 组织事务的个人的社会的一个构成要素的符合体 那么这个内容对企业也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完整的分析 对于企业来说这三个构成要素是什么呢 像写字楼楼盘生产设备是物质性的要素 员工是个人要素 而这个企业和其他企业建立起来的关系 比如说交易关系就是社会性要素 这样的三种要素结合在了一起 形成了企业这么样一个实体 那么其实企业的核心呢就是组织 并且巴纳德认为 维持组织的存续是经营者的作用所在 经营者的作用就是维持组织发挥其功能 维持组织协作的一个关键因素呢就是领导力 leadership组织是否能够生存和作为领导基础的道德性的高低也是有关系的 这个讲的就是巴纳德的全人模型和领导的作用 第二个内容是组织的定义和组织的三个要素 那么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样一个协作系统的本质呢就是组织 组织可以被定义为是有意识的协调两个以上的人的活动的一个体系 那么从这个定义当中可以看出组织有三个构成要素 共同的目标 写作的意愿和信息沟通 这三个构成要素非常的重要 在之前的过去问当中也经常有出现过 有考过 那巴纳德的组织论是什么 巴纳德的组织的定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对这三个要素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 首先第一个要素是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目标指的是组织成员各自的个人的目的 用某一种形式统一起来结合起来形成的组织目的 为了能够协作成员之间必须有共同的目的 那么组织对成员来说组织的目标不一定是个人目的 但是必须是能够使组织成员看到 他们个人的目的和组织的目的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能够看到这种共同目标对整个组织具有意义 组织的动机和个人的东西可以是不一样的 而个人之所以为组织做出贡献 并不是因为组织动机就是他们个人的动机 而是因为他们感到通过组织目标的实现 有助于实现他们的个人目标并且获得相应的满足 在组织论当中把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结合起来的思想 被认为是组织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思想 这个也是巴纳德强调个人目标与组织的共同目标之间 应该相互协作的这么样一个问题的根源 并且指出了管理人员必须能够调整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 组织的第二个要素是协作的意愿 指的是组织成员愿意为达到共同的目的而产生的意愿 任何一个组织都是由许多具有心理需求的个人组成的 如果组织中的个人都不愿意相互协作 组织的目标就无法达成 好的组织是一个协动的系统 组织成员有协作的意愿 意味着个人要克制自己 交出自己的控制权 个人行为和非个人化等 没有这样的意愿就不可能将不同的组织成员的行动 有机的结合起来 协调一直进行活动 那么为了使组织成员产生协作的意愿 组织需要给成员提供金钱的物质性的 以及有社会性的心理诱因 而且大多数时候 不同成员的协作意愿是不一样的 同一个人不同时候的协作意愿强度也是不一样的 个人并不能够自发的产生协作意愿 那么为什么很多组织还能够正常的进行运转呢 那是因为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牺牲 能使组织的目的得以实现 从而有利于个人目标的实现 如果个人认为自己所做的努力和牺牲 不会有利于个人目标的实现 他也就不可能愿意为此做出努力与牺牲 因此巴纳德得出一个著名的维持组织内部的关系式 就是诱因大于贡献 也就是说为了能够维持组织成员的协作意愿 必须要提供大于其贡献的诱因 组织的第三个要素是信息的交流 指的是组织内部各种情报的传达 信息沟通作为第三种要素 使得前两个要素得以动态的结合 比如说命令决策的传达就是信息的交流 没有这样的信息交流 个人协作的意愿和组织共同的目标 只有通过信息沟通才能联系统一起来 内部信息的交流是实现组织目标的一个基础 组织的活动不仅仅是个人活动的结合 在结合起来单独的个人活动的同时 需要有对全体的一个共同的协调的信息的交流 否则组织就无法存续 所以以上的组织的三个要素 共同的目标 杰作的意愿 信息交流 缺一不可 好 理论的第三个部分 也是最后一个部分 是组织的内部均衡 那么组织的三种要素的均衡 是组织成立的条件 也是组织存续下去的前提 这样的均衡就是组织的内部均衡 并且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 在考虑目标是否达成的同时 也需要考虑目标达成所带来的满足 衡量目标达成的标准是组织的有效性 而衡量是否满足的标准是组织的能率 组织的有效性是指作为协作系统的组织 抱有的组织目的是否被达成的概念 是衡量组织目标完成程度的一个度量概念 就比如说公司今年预计进行海外扩张 那么扩张到多少个国家建立了多少个店铺 就是它一个组织的有效性的一个衡量 那么组织的能率指的是什么呢 组织的能率是巴纳德的组织论特有的一个说法 在别的理论当中可能有不同的翻译 但是巴纳德的组织论当中的能率指的是 维持协作系统的相关概念 因为对于一个组织来说 只是能够达成组织的目标还是远远不够的 同时需要考虑的是什么呢 是它的成本问题 那么达成的目标和付出的成本的比值 就是组织的能率 所以说能率是为了维持组织这样一个 协作系统的动力所在 这样我们就讲完了巴纳德的组织论的理论内容 三个内容 回顾一下 全人模型和领导的角色 组织的定义与三个要素 最后是组织的内部均衡 巴纳德的组织理论 把组织论的发展分割为 古典新古典理论和近代理论 所以它是一个话期性的存在 它的功绩也被称为是巴纳德革命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它的名字和理论 谢谢大家